这是我们在14年15年的宾江艾特公园的一个项目 这是在建造后大概不到一年 我们看到这个草跟树逐步长起来的 那么跟原来这些我们在现场所挖掘 掏出来的这些砖 石头 这些积累 堆积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构筑物 形成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柔软跟粗糙的这样一种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墙的一个南面 我们就放了这样一个绿坡 有点像在水岸边经常看到这个水利工程这样的一个大坝 但是它不是一个混凝土大坝 它是一个绿坡大坝来让整个环境能够变得更绿 更生态 就是说这公园建成不久以后 大家对这个效果非常认可 那么第一就是说很多 我大概每一两年都会自己或者带朋友来回访 看到居民在现场这种非常日常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特别开心 那么另外也是说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水泥厂 后来也整个被搬迁掉 那么通过这个小小的一个一万多平米的一个项目 撬动了整个周平片区的更大的一个绿化 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和提升 那么所以我想从这个项目总结一个提出一个关键词 就是智慧未来 这个未来不一定是代表高科技了 我觉得很多层面我们依赖于高科技 但是可能更多层面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智慧 对于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的这个建筑跟城市跟景观的一种 另外一种层面的一些理解 这个不久之后呢 我们又有机会又回到这个市中心区 到这个上海浦东这个黄埔江这个东岸的这一个大的一个贯通工程中间呢 我们做了一个一个比较特别的一段 这个项目其实更有意思的除了设计本身以外 我觉得就是这个关键词开源协作 这个通过众人的一些参与想法来去提出我们有别传统的这样思路的一种创意提案 那么这里面开源协作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会有争执 甚至会需要跟不同的部门等等来做很多很多的协商 但我觉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项目它一定会进入到这个层面 那么最后一个项目要分享的就是近期来 比较这个比较火的这个在上海长安新村的这个长安白喜公园 就是说白喜公园到底为了我们社区提供了什么 那么一方面我们说年轻人打卡 其实老人才是真的打卡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白喜公园其实周边有大量的这个老年居民 那么平常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一个比较两点一线吧 就家里能到菜市场或周边街道走一走 朋友这种非常平淡的一种生活 当然很有烟火气 那么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给他们的生活上 能够提供一些蛮新鲜的一些空间 另外一个层面 从这个儿童的层面 我们提供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稀耍空间 旁边又有两个学校 包括也很多这个居民呢 他有二代三代 他的这个小孩们在过往也是苦于没有这种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空间 那么通过白喜的这个建设能够提供这么一点点的一个机会 但从可能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层面 就是我们因为这条880米的这个空中通廊 它实际上是连接了三条不同的马路 那么所以说它打通了就原来是被这个铁路 或者说后来被这个农贸市场所占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线行的这块地 所以它打通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铁站 其实这个两个端头都是地铁站 上海的两条地铁都在这个南北两端有一个站的出口 那么它能够结合这个日常的这样一种回家的路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日常性 它的一个社区性 是我对这个项目可能最看重的